被称为东方耶路撒冷的山东屈辅 大爷给我来五块钱的熏豆腐 大爷自己还喝了一杯小酒 整点花生米 自己也整点熏豆腐 这次也行 这喝酒不耽误干活 那就不耽误干活 不耽误 来烫个袋 你看这个熏豆腐 拿什么熏的大爷 熏末熏豆腐 一块钱几块 一块钱啥 三块 你看 看着有食欲 熏末一熏 你看这还有树皮 这里边还有肉 这个肉是管入味的 你看这上面一层小红油 还有花椒 香喷喷的感觉 这种排成块 这辣椒是自己炸的吗 我姐姐做的 这两种还不一样呢 我看 这个盆里的 盆里的是干嘛的大爷 这个是脏油炸的 这是普通的 这个好 今年多大岁数了大爷 其实啥 这也是老鼠 干好几十年了 你看油汪汪的 特别有食欲 这个肉是怎么卖的 这个肉 你要拿一块 要这块 是要这块 来这块吧 这块多少钱 这块钱八块钱吧 八块钱 这一块 不是啥 真香 好嘞 这个下就是行 那下的就是腿好了 好嘞 你看 肥瘦相间的肉 哇塞 这还有红彤彤的豆腐 哎呀 带劲不带劲 来 咱们先整点瓜干酒 哎呀 尝尝啊 锯磨熏的 可以啊 这个浓浓的锯磨 好多人有的吃不惯 这个锯磨 我吃的还可以 屈服名次 再尝尝这肉 嗯 真香 这小汤必须得下酒 这瓜干酒 还特别绵柔 挺好入口的 细品啊 还有股大胆的 这瓜干的 这瓜干的清香味 蛮不错 这个肉你敢不敢吃过水的 老天门给你双鸡 来我看看 嗯 看 皮子搞香了啊 满嘴流油啊 哎呦 可以了 他主要他自己的 炸这个辣椒 特别好吃 吃一口吃 再来点瓜干酒 为屈服 卖水 变难